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金中刊的副总主笔方德琳 德琳姐你好 志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建成哥继续陪伴我们 建成哥你好 志愈好 大家晚安 好 我们先来看看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逼得大家往外走 而且我们台湾流失的人才是 应该说都是国家的支柱 都是高阶高教育程度的人才 统统往外走了 而且我们现在人球的需求度 变成了全球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找不到好的人才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 这个德琳姐特别制作了一个专题 她提到的是22K 逼走了台湾的高财生 我们对于22K 其实这个印象就不是很好 对不对 一个我念到了大学 然后你给我22K 说得很好听 什么产学合作啊 我直接毕业之后 我可以到这个 企业里头去工作 但你只给我22K 拉低了所有人的平均薪资 而且不只是他倒霉 不只是拿22K 那个人倒霉 他至少因为他薪水低 他找到工作 逼走的是很多的高阶人才 对不对 德琳姐 在我这次采访里面有一个case 就是一个68年次的杨丽玉小姐 就今年33岁 那她主要 她之前本来是一个空服员 那大概飞了大概七八年左右 可是因为她不想一直当空服员 所以她想要转职到一个做管理职 一个低阶管理职的工作上面 那她为了要转职 她就跑去念教大的MBA硕士 然后念完之后 花了两年时间念完这个学位之后 她开始要找工作 那一年是2009年 那结果她没有想到说 她找工作的过程是非常非常辛苦 她说她丢了大概100多封的履历 那当然有一些面试的机会 那最后她觉得Intel有可能会录用她 因为她已经面试到第三关 那学校的老师跟同学都觉得 她非常有机会 那她感觉也被暗示说 她有机会可以进去 可是没有想到刚好那时候 政府推出了一个22K的政策 那推出来之后 她说她就接到Intel 告诉她不录取的通知 那她当然非常的难过 因为她一开始就锁定外商 因为她希望 她觉得外商的福利条件 还是相对本地的企业来得好 所以呢 可是刚好又非常的凑巧 就是她有一个学妹 是没有工作经验的 那这个学妹后来就被Intel找去面试 然后不到一个礼拜就进去了 那她跟这个学妹聊天之后 才发现说 原来她之前应征的这个工作 后来就是被22K 就被她这个学妹所取代 对 因为她的薪水比较高 对 她当时应征的时候 Intel告诉她是7万块 对 那后来呢 后来她 所以这样的状况就等于说 Intel突然发现 我可以用22K找到人 我为什么要用7万请你这个人 是 那这个学妹也告诉她说 她后来发现跟她一起领22K 大概有两三位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22K 你就挤走了这些高级人才 那后来这位杨小姐 后来就到大陆去发展了 是 因为她后来觉得 既然连外商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 那所以她只好到国外去找工作 那她丢了非常多的履历 她说她东京 新加坡都丢过 那最后是大陆给了她一个机会 所以她在2011年去年的时候 她就到上海去 对 所以在上海发展的也挺不错 现在年薪好像快要200万新台币 她的年薪 对 100多万 大概 当然是比她在台湾好很多 对 那她自己告诉我说 她当然目标是希望可以在短期内 可以达到200万 但是她特别跟我强调说 其实200万在上海算是 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年薪 对 那你看如果我们是22K 她年薪才多少 60万 60万有没有 勉勉强强达到60万 就听到我心酸哦 建筵哥其实类似这样的故事 在台湾已经大家经常经常在听到 对不对 其实我们看到这22K 真的快笑不出来 就刚刚那个杨利玉的那个例子 其实他就败在这22K的一个政策 还有另外一个 Intel可能有看过就是之前 三个臭皮酱胜过一个诸葛量 一个7万块的刚好请三个 22K的一个员工嘛 所以呢我们认为这是台湾的一个悲哀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这个政府 设下很多天险 我们上一段节目跟大家提到 8500点就是台股明年的天险 那22K呢 为什么会说 大家的一个就是大学生的一个薪资呢 都荡到22K 最主要的你不把薪资给提高 那你反而呢设限说 我给你22K有工作就好 但是呢大家假如知道我们这个年代啦 这个年代呢 大部分的人都会往外商公司为第一首选 因为外商的公司福利好 那当然呢我们认为也 我坐计程车也遇到一个 问奖三星跟我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啊他开计程车26年了 当初呢他这种没有念书的计程车司机 开车可以买老厂 可以成家立业 但是呢他现在面临了他的一个小孩 他的小孩呢在台湾拿到硕士 结果拿到硕士呢他不敢就业 因为呢找不到啊 就是说跟硕士薪资相比拟的一个薪资 所以呢他又继续提供他啊 去德国取得博士的一个学位 那这个这个女儿呢也蛮啊 真的我认为说他花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就拿到双博士哦 那拿到双博士呢 结果他在德国就收到美国大陆台湾 香港的赛德克巴莱公司 赛德克巴莱公司 赛德克巴莱公司 拍电影的啊 猎人头公司 猎人头公司 这个地方呢就是说 马上呢要给他interview 结果呢他为了 他这个还有政治考量 他为了说不得罪大陆也不得罪台湾 他选择到新加坡 新加坡给他的一个起薪 26的一个就是金融的一个从事人员 他给他的一个月薪是21万 那台湾 台币21万啊 台币21万 那台湾大概除以10啦 2.21K啦 对 所以呢我们认为 所以人才会往外流 嗯 而且现在哦这个 灯音姐带我们来看 你这回采访了很多 不只是我们刚刚看到 他是想要转职 那位杨小姐想要转职 然后他在台湾找不到 这样的一个offer 是 那么再来愿意给他 觉得你薪水太高 你如果愿意便宜一点 我说不定用你 对不对 而且现在其实连很多的专业人士 像医生是不是很多 也都已经开始往外发展了 其实22K 它是一个低利的代表 那其实台湾 现在整个产业 都是在伟利化 所以相对来讲 大家的薪水都很低 对 那所有的各行各业 其实都是处在一个 低薪苦劳的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这次采访来讲 我觉得比较令人惊讶的是 连医生这个传统上面 大家会觉得台湾 是比较好的一个工作 他其实连医生 都想要出走 那原因是为什么 最主要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两年的整个医生的劳动条件变得不好 主要是诉讼的问题 那他大家压力很大 那当然薪水来讲相对于临近国家 也没有那么的高 对 所以我问到一个新光医院的一个医生 他告诉我 就是说像马来西亚 他们最近已经承认了 马来西亚籍的医生的台湾资历 过去是不承认 过去不承认 台湾过去有很多马来西亚人来台湾念医学院 那这一群人后来他就留在台湾了 那他就是拥有马来西亚籍的台湾医生之力 那过去马来西亚并不承认这一群人的医生之力的 就是等于他不能回马来西亚去职业 但是在最近他们已经开放了 他们已经承认了马来西亚籍的台湾医生之力 所以我访问的这一位新光医院的医生 他告诉我 他认识了就有十几个马来西亚的侨生就回去 过去在台湾的医院工作 现在就回去他们自己的祖国去了 那现在台湾的医生也都在看马来西亚的政府的政策 因为他们预期在下一波马来西亚就有可能会开放 就承认了台湾人的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医生就会 就愿意去马来西亚去 是 因为他觉得第一个那里是华文的环境 对 然后相对来讲他的劳动条件也比台湾好 是 连马来西亚都比我们好 对 然后他还承认你台湾医生的资历这样子 对 所以靳元哥其实你这样看来会觉得说 真的是以前不只是那种 感觉说我只是纯粹想要出国去 然后努力掏金的人 现在连很多是因为台湾的这个环境不好 所以他愿意去别的地方找他更大的舞台 是 就是我们认为说有一些人口外移的一个现象 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基本上你假如说有玛丽亚 这个就是印尼的一个庸人这方面 基本上他们的一个学历条件都是比台湾还低的 所以他们是来台掏金 然后把这些外汇汇为母国 创造母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效益 但是台湾刚好是相反的 台湾输出的反而是一些高学历 高技能的一个人才 因为台湾的给他的一个薪质条件 跟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个福利 是跟国际是有点差别的 所以我们从字卡来看的话 高技能人才外移的一个比例 高达61% 等于是说台湾的一个 就是就业的一个环境 是不符合他们的一个需求的 所以我们原则上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现在的一个外界 就是高技能的人才的一个外移 只有40% 这张字卡我只强调一点 为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的一个薪资水准 虽然是22K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最大的一个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说 你未来没有愿景 没有愿景的话 大家不愿意留在这块地说 22K我到时候可能是220K 没有这一个成长的一个愿景 所以假如看到这一点 你看到今天这张报纸来看的话 你可能就会更远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张的一个部分是说 印尼跟泰国的一个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 之前我们在劳工在争什么 争一颗茶叶蛋 但是印尼跟泰国的一个最低薪资 要调涨多少 四成 人家要调涨四成 我们是在争一颗茶叶蛋 另外一个 跟我们之前比较有关的 他以前也是一个强国之一 菲律宾 菲律宾上一季的一个GDP的成长 我们是多少 要保一 人家GDP是成长7.1 所以台湾说实在了 现在已经在沉沦 在谷底 所以我们认为需要强心计来加持一下 对我们看到这些高阶人才 过去大家会说 你在台湾没办法 你就出去去想办法 对不对 但现在是大家留下来会觉得你没办法 你有办法通通都出去了 完全颠倒过来 那德琳你带我们看一看 我们刚刚建元哥已经提到 薪水是一个好大问题 对不对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了 他特别帮我们准备的那些报纸 看得出来 人家的薪水都是一直在增加 我们都没有增加 而且我们台湾的薪资 现在在台湾以前 我们还什么亚洲四小龙 现在人家通通都迎头赶上 我们的薪水变得好低 是 其实台湾经济的弱化 应该是这十几年来 都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下 可是为什么这两年最严重呢 因为在这两年当中 我们的薪资跟别的国家 已经有了一个消涨 然后已经到了一个死亡交叉的一个地步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以这一张字卡来看 这是来自一个美商的一个 气管顾问公司的一个资料 它是调查2012年亚太国家福利的薪资调查 那其实从这一张字卡里面 我们就已经发现说 台湾现在在亚太地区 它的薪水只超过了菲律宾跟越南 其实我们现在连马来西亚跟印尼 都还追不上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 就是说其实台湾这长期十几年来 因为我们的经济一直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那个附加价值的成长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在一个低利的一个 一个产业状况底下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薪资 没有办法追得上邻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所以我们看到你这薪资留不住人 然后呢又建全哥讲的 你根本大环境也没有愿景 所以大家通通都出外走了 那么这个往外头走 现在大家都说了同文同种对岸最直接 现在会讲说谁家没有那种亲戚朋友 在对岸发展对不对 基本上呢我认为说高阶人才 外移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但是呢你也要相对的高阶人才来台 就是说变成说是一个交流 因为台湾至少是一个岛国 岛国的一个部分 你对外一定要采取开放的一个角度 因为呢你内需完全没有办法 支撑自己的一个产业 当然呢我们认为上班族 说实在心理压抑很大 因为呢台湾创造蛮多种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一个上班族的一个危机感 对 说实在来每天上班都处于压力 那裁员的一个部分啊 最近的一个劳委会的一个统计 无薪价跟整个呃就是被裁员的一个人数呢 有攀高的一个呃现象 以前大家是说这个没探级我在裁员 现在不是对不对 对因为呢基本上啊 说实在来他就讲了 因为企业赚不够多 所以不加薪 这个是逻辑是有点啊不符合逻辑的 那另外的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变成说你产业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是要往设计业 或者是说要往一些旅游业发展 政府根本没有一个定调 所以呢我们认为啊 比如说现在人才都往对岸去走 还有呢你就是说 依照以前的一个台湾经验 就来过活的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就是说你以前啊可能在对岸 外商愿意用你 因为你是华人 可能比较了解大陆的一个市场 但是呢现在啊过去的说实在了 薪水以前是double 现在呢可能1.5倍都不到啦 因为呢他现在卖你的 就是卖那个愿景 另外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看不到未来 这个才是重点哦 你看不到未来的话 对于啊以后的一个部分 大家现在变成说 我现在要投入职场 我到底要选择哪一种 以前啊大家都想说念大学毕业 或者念硕士毕业 大概的一个薪资起跳都有 一定的一个水准 现在对岸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哦 你假如要在北大或者清华大学 要进来企业要进来 增财的话 基本上的一个薪资呢 就要增加2000块人民币 那台湾的一个部分呢 说实在了 到处都是大学 现在的一个基本学历呢 就是大学起跳 对所以就是学历已经不值钱嘛 对不对 那等你也带我们看看 大家都选择到大陆去 而且现在去大陆 也如同健全哥讲的 以前很值钱 哇你是台湾来的 现在哦你是台湾来的 那已经是天差地缘 对不对 是这个是来自104 人力银行的调查 就是说他们调查最近在 出走到大陆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其实这张字卡 最主要是要说明说 过去可能是以薪水为主 大部分人他到大陆去 可能是为了要追求更高的薪水 可是其实这个原因 已经在今年降到了第四名 那现在大部分人看到了 第一个是 因为那边的市场潜力比较大 可能就是代表 他的工作舞台的机会 比较大 比较有发展性 对第二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他是为了 要增加他工作的历练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台湾的整个 因为你的产业没有升级 所以我们的人才相对就在贬值 对 比如说以大陆来讲 过去他们也是以低成本来竞争 其实跟我们的竞争模式是一样的 可是这两年他们已经不做这样子的事情 他们希望可以往更高附加价值的方向去走 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企业可以走向国际 可以成为国际前五百大 可是如果他们当他们的目标放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他们需要的就是国际化的人才 可是台湾有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呢 其实相对来讲就比较少 所以其实台湾的人才对大陆来讲 现在其实他的价值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 所以这也会使得很多中高阶的人才呢 他会认为说如果我现在还不赶快去大陆的话 那我可能未来就更没有竞争力 所以这一波会促使很多第一线的高阶人才 他出走大陆的原因 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过去 在大陆这个台湾人才非常值钱 但现在大家都看准大陆市市场 连这种金发辨演外国人 我开始跟你学中文 当你的语言不再是优势的时候 哇那就真的很惨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下一段就带您来看看 如果我们台湾的人才不断的在出走 我们又有没有能力去吸引一些更好的人才 到台湾来发展呢 休息一下忙回来